说起秦岚,大家最近对她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了,环珠格格三中敌之话,美帝不可放物,但是人美心独,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了,让人多的观众在心底深深的黑化了她。 但是最近宫斗剧《沿喜攻略》中,她饰演的皇后梁娘却是温暖大方,平易近人,非常的让人舒服。 这一番之前的角色的秦岚,也是立马圈奋了无数,近来在机场现身,扎着丸子头,戴着漂亮的金色眼镜,抱着玩偶,精纯洋意,上身穿黑色破洞短袖,下身搭配卡奇色格子裙。 时尚有形,清爽动心少女感十足,这T恤也是非常的时尚,身上的布柜子镀空看起来非常潮流,下身搭配一件黄盒子收腰短裙,显得腰身非常的纤细,只是这网红感的大矿眼镜。 加上逐边镜框,远远看上去就像戴了一个护目镜的,同样饰演复查皇后的还有秦岚,在如意传中饰演一位坏皇后,虽然让人厌恶,但是剧中的眼镜没得说。 董洁现身机场,从一定程度上说,董洁是和秦岚视装造型了的,细看他们的穿戴都是一样的,T恤加短裙加眼镜。 董洁上身是一件樱花短T恤,下身是一条牛仔短裙,秀出自己的纤细美腿。 瘦一点的身材果然,还是在穿衣搭配上更加容易一些啊,搭配白色休闲鞋,造型舒适又扬眼,只是同样的网红大矿眼镜。 董洁硬是带出了一种老花眼镜的效果,说实话有点显老。